各位 我在這裏通過微軟的Blink 人工智能 問微軟 從一個公正的歷史學家角度來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歷史 看他怎樣說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歷史 是一個複雜而敏感的話題 不同的歷史學家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和解釋 但是作為一個公正的歷史學家角度來看 這裏是一些主要的事實和事件 看看他說什麼事件 都蠻好 推回到19世紀末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 根源又可以追回到19世紀末 當時 猶太民族主義運動 石安主義 開始在歐洲興起 主要是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 在他們祖先的故土上 即是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 應該是來自《舊約聖經》 在《舊約聖經》 在《舊約聖經》 他們經常說 因為這段歷史是網下證實的 所以 他所謂的 祖先的故土上 要看你多久 但是 在巴勒斯坦地區 巴勒斯坦人 在那裏生活了數二百年 巴勒斯坦地區 當時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份 後來在第一世界大戰後 被英國接管了 英國政府在1917年 發表了 巴勒斯坦宣言 承諾支持巴勒斯坦 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 即是一樣 拿別人的地方 用來為自己的政治服務 這個地方 不是英國 不過是被猶太人 喊他人之概 繼續 隨著猶太的移民增加 巴勒斯坦和 內裏的阿拉伯人 開始反抗英國的統治 和猶太人的定居 在1936年 到1939年期間 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阿拉伯起義 二斯坦大戰後 由於 立遂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猶太人對於建立自己國家的渴望 更加強烈 英國把巴勒斯坦問題交到聯合國 這裏就是 猶太人被德國立遂屠殺 這不關巴勒斯坦人的事 但是 因為巴勒斯坦人在佔佔這個地方 英國人已經在前面說 我給猶太人在這裏建國 現在看到 這件事難搞 這裏建立了給聯合國 聯合國在1947年通過了一個決議 把巴勒斯坦分為兩個國家 一個是猶太人的以色列 另一個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 這個決議當然會遭到阿拉伯國家 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強烈的反對 1948年5月14日 47年通過 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宣佈成立 隔日 埃及 朱利亞、約達、伊拉克、黎巴勒等五個阿拉伯國家 向以色列發動戰爭 這場戰爭被稱為第一次中東致爭 或者以色列獨立戰爭 你搶我的地方必然引起戰爭 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之中 打烊了 也佔領了 給聯合國分配給它更多的土地 約旦佔領了西岸、埃及 佔領了加沙地帶 巴勒斯坦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 1948年一直到現在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 發生了多次的衝突和戰爭 包括有1956年的 蘇伊士危機 1967年的六日戰爭 1973年的 屬罪日戰爭 1987年和2000年的 兩次巴勒斯坦大起義 2006年的 黎巴勒斯坦大起義 2008年和2014年的 兩次加薩戰爭等等 沒事的 受到不停的壓迫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越來越少 人民受到非常無人道的控制 自然要反抗 大家看到反抗 不停的 這些衝突和戰爭 俗成了數以萬計的人員死亡 傷亡 以及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損失 雙方都遭受了暴力 恐怖主義 人權侵犯 貧困 難民等問題 這個他用雙方 其實更加大程度 就是 巴勒斯坦人受到 這些迫害 以色列好地地 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他就一直不停地 佔領 本來聯合國已經 給了巴勒斯坦人 立國的地方 雖然經過一些和平談判和協議 例如1978年 的什麼什麼協議 1993年的什麼什麼協議 2000年的什麼什麼協議等等 但都沒有達成 持久解決方案 一個持久解決方案 一定要建基在 巴勒斯坦人能夠生存 當巴勒斯坦人沒有生存空間 絕對是沒有任何解決方案可言 目前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的衝突仍然沒有結束 雙方 仍然存在深刻的 分歧和敵意 主要的爭議點 包括 包括耶路撒冷的地位 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 以色列在西岸 加薩地達的定居點 等等 巴勒斯坦國家的建立 你建立不了巴勒斯坦國家 這是沒有找到好的解決方案 這些就是我對 這是我營工智良 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衝突的歷史的簡單介紹 如果你想要詳細資料 就可以這樣 我想我在這裡可以 很簡單給大家一個 就是背景資料 好了